炒焦 大家好 我是诚德福 这次 要来分享的是快炒料理 这是一道家常的小菜 菜品叫做炒酸菜 要如何炒 炒会咸酸铺鼻 开胃下饭 现在告诉你 影片喷煮过程有不明了的地方 请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会尽快回复 喜欢我的影片 请按赞 订阅 加分享 记得开启小铃铛 准备的食材有 咸菜300克 蒜头15克 红辣椒一根 蒜头拍裂 切末 红辣椒切圈片 先去头 葡萄虾 馀菜切丝 因為葉餅的這邊比較厚 所以我們要片開 這樣子片開比較薄 再來切絲 這樣子再切絲 背鍋冷水 鹹菜泡進來 這樣泡著泡3至5分鐘 因為每一間秋香做出來的鹹酸豆 都不一樣 所以要先試一下鹹酸豆 再來割點要泡水泡多久 背一個炒鍋開火 鍋子不用很熱 鹹菜絲下來 先不用放油 我們先乾炒 我們先用大炒 利用鍋子的味道炒起來有些水分 這樣才會鹹湯切碎喔 好,圍度上來轉中火 好,炒掉些許水分的時候 魚鵝先倒出來 倒出來 倒出來喔 沙拉油一大匙下來 再開火 蒜末辣椒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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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用大火爆香喔 現在用大火爆香喔 爆出香氣了以後 炒香的炒菜 淡花 出香氣了以後 煮出香氣了以後 開火火爆香煮粒 把蒜末辣椒放下來 以后,酱油2小匙下来 炒出酱香味 炒出酱香味以后,糖1大匙下来 用糖的渗透鸭,再逼出咸菜的一些水分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水分炒干,这样就可以了 水分稍微干了以后,这个时候,香油1大匙下来 再快速拌好一下 熄火,盛盘 这样就完成了美味的炒酸菜 美味最佳重点说明 咸菜泡水,可趴掉少许咸份 干边咸菜,口感才会香脆 淋入酱油,炒出酱香味 再加入糖,炒出咸甜开胃 喜欢我的分享,记得帮我按赞跟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我来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